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世事长行菩萨达 世事长行菩萨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修行人就是希望头顶上心里 随时有如父如母的上师的价值 我们的内心就有所医子 就不会像孤儿一样 所以因为内心没有一个圆满的医子 当然我们就会像刚刚讲的孤儿 或是一个乱跳的动物 往外要去找所谓造成痛苦的快乐 所以我想当成佛教最主要的基本就是有一颗安定圆满的心态 所以透过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透过优优独播剧的加持 我们有如坐在佛陀的心 佛陀的怀抱 我们的内心就能够安定平静 进一步来学上师学佛陀的心跟行为 在一步中文的经典叫大乘四法经 虽然经文很短却很重要 那四法呢 第一 零舍掉生命 永不离开善知识 第二 零何舍掉生命 不起称慧心 第三 零舍掉生命 不离开菩提心 第四 零舍生命 不离开极尽处 就是这样空性 所以我想 不离善知识 不起称慧心 不离菩提心 不离极尽处 所以我经常喜欢这样背 那就成为我们的戒律 因为在我们 汉人的传承里面 所以每一步经典都是你 行菩萨道的戒律 每一个字都是你的戒律 要放在你心里 在我们汉人的修行 有一个习惯 所有老儿上都一样 其实他们很会背诵 经典里面的四句句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他讲的都不是我的想法 都是佛陀怎么说 所以你应该怎么做 甚至背诵的 是祖师大德的祭诵 比如在台湾有一尊 肉身菩萨 就是台湾第一尊 出家人舍抱以后 像那时候 中国把他是一样 肉体 我圆满存在的 他说两句话 是他的遗训 以佛心为己心 以师志为己志 那我们时时刻刻 要以佛的圆满的 觉醒的心 来转化自己的 凡夫的心 以佛心为己心 以师志为己志 上师所要成就的事业 就是我们要跟随 圆满成就的事业 以师志为己志 那这样来解释 每一件事情 我在四年前 照顾了一位 我的格鲁派的上师 一直到他往生 然后他往生之前 到往生五天 他们都让他坐在那边 然后我就发觉一件事情 那这位上师就把他的 根本上师讲法的 所有录音带 他们就二十小时 一直播一直播 不一样的 然后从他断气 到断气五天 都是在意念了上师的教法 那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正确的 就像我们汉人喜欢 意念佛陀一样 念阿弥陀佛 也是心里面 就算灵命中了 那这是他们说 我一直还没有脱离这个肉体之前 他意念的都是上师的教言 有一次我到新加坡 他们给我说 一个老和尚 九十九岁 可能快走了 那我就赶快去 见他 那我去礼拜他的时候 他除了问我叫什么名字 然后就一直跟我讲 龙树菩萨的八部 不生不灭 从头到尾一直在讲 一直在背 讲到他 快没声音了 他说你可以回去了 那让我觉得 凡夫想的是 儿子啊 财产啊 我生病怎么办啊 但是一个一辈子修行的人 他唯一能做的就是意念法 然后把这个法的功德 也希望你知道 他希望 龙树菩萨的中观的精神 他在避诵的 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我大部分 去看老和尚 他都说好好念佛 替我念佛 这个也是真的 那这个老和尚比较特点 因为他研究中观 所以他思维空性 他哪怕最后一口气 都还在意念这个 就像我 小时候读书 我们在台湾有读 叫国父思想 就是三民主义 那是对我人生一个改变 因为里面有一句话 说这一位华人的父亲 国父 他在死之前 他永远讲了一句话 革命 愤怒 救中国 他就这样断气了 所以我读到那边的时候 我整个人生就 有点改变了 所以一个人要死之前 他想的是 国家 世界 因为这一位 孙中山先生 他提出一个 对人类最好的思想 八个字 世界 大同 天下 为公 给我们那种 对整个世界 众生的这种平等的 关怀 所以成为我们 华人一个很好的 典范 所以我从小就 告诉自己 原来这个世界 没有天才 专心 专心 就是天才 不要让自己的心 被生病 死亡 或是痛苦的乱象 所干扰了 我想这个是过去式的 上根 今天早上 我有看新闻 为什么 因为 我的师父 交代着 每天都要看半个钟头 新闻 去关心世界 所以 我都有看 然后我看到一条新闻 就是 美国的老总统 老布希 舍爆了 然后新闻标题写说 他讲了四个字 我就赶快看 到底哪四个字 我想说 我爱美国 我爱世界 怎么样 然后那四个字写的是 我也爱你 当然我要继续看 原来是 他的年轻的小布希 跟他讲一句话 在他爸爸断气时说 爸爸 你是我生命最好的老师 我爱你 然后老布希就回答 我也爱你 然后就断气了 所以我想 当然这是一个 很好的 一个道德家庭 当然我们 学菩萨道 我们 就是在讲 菩提心 对整个世界的众生 关怀 当然我也常这样想 如果 一个认真努力的人 把这个认真努力 转为 来修行佛法 利益众生 他一定很快 成佛 每个人都有这个 很好的动力 只是我们应该要 随起自己 我们真的很有福报 就像各位刚刚在念这个 法会之前的祈愿文 那就是一种 佛的心态 如果能够保持在这样的心态 来开车 这是我的习惯 吃饭也好 开车也好 走路也好 穿衣服也好 都要想的是 为了众生 因为我们学佛 知道 生命的敌人 就是我 为自己想 我有利他的心态 或是执着利他 所想的都是 当愿众生 愿他们 成佛 就像今天早上 他们都很快乐 我们都很兴奋 下雪花了 然后我们居士说 这个雪花 当时候 任波切教我们 闭关 念蒲八金刚 观想 然后哇 雪花就下来了 像蒲八金刚 当然我也想到 任波切说了 就算冰块下下来 没关系 有慈悲的太阳 它就会融化 它就会变成水 会融入一切 当然你做何观想 都没关系 就要把这些 世间的假象 转为一种真理的思维 来做一种行动的实践 所以 刚刚说的 小布希 对老布希总统 讲的那句话 你是我生命的导师 我有讲过两次 那我不是对我爸爸说的 就有一次 因为我那时候 讲到出家 在家的时候 实际是失事 在我家里 第一次开口 讲到出家的是 我的儿子 在那 好像应该不到六岁 他就说 他要出家 当然我也不太了解 后来我也 慢慢去了解 出家的定义 然后 因为我妈妈的病 让我发这个愿 那那个时候 我的家里的人 当然 就想尽办法 要阻止我们出家 那时候 那时候我的 那时候我的 丈母娘 包括我的妈妈 都想 如果我的儿子不出家 我就不会出家了 所以有一次 我的老丈母娘 就把我的儿子 找过去 跟她说 现在 阿嬷 阿嬷要给你很多很多钱 到底这辈子都用不完 那 你不要出家 等阿嬷死了 你再去出家 好不好 他想要这个方法 很好 他就说好 那好 他就跑出来找我 他说 爸爸 我什么事 你先去出家 我答应阿嬷 阿嬷了 等她死了 我再出家 然后我就 跪下来 跟她磕上个头 我说 你真是我 生命的导师 再来 家里都交给你了 完了就 让她被打了 因为她妈妈 没有发泄的对象 然后再来 我就去 看我的太太 当她看到她的时候 我也跟她跪下来 你是我生命的导师 因为你教我 这种爱情的苦 对不对 我儿子教我生命的苦 跟生命的爱 所以我也跟她 拜三拜 当我拜完以后 她跑掉了 我还来不及跟她讲 不过我还是讲 因为只是对我来讲 我觉得 因为世间的这些 都是可以成为你 教育你生命的方法 从父母教我们感恩的爱 从子女教我们慈心的爱 从夫妻教我们这种 知道你爱我 我爱你的痛苦的爱 让我们有一个 很好的做法 不过对我而言 我为什么会跪下来 这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我记得以前 就有人跟我说了 如果你要跟一个女孩子分开 你就跪下来 跟她拜三拜 就断掉了 那我永远都记住这个 所以我都会 我拜了好多次了 偷偷拜 那后来我出家三个月了 因为我太太对我一直放不下 结果有一位法师也很聪明 因为我太太很喜欢供养过去 那位法师带她来寺庙找我 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 来 叫她跟我拜三拜 拜完以后 我就觉得我很舒服 我知道她自己虽然控制不了 但是她已经学习放得下 因为她对我拜三拜 就代表她承认我是一个出家人 后来她 我的儿子也是一样 我出家以后 第一次她碰到我 她也是归下来拜三拜 我也知道说 虽然我很爱她 但是她 在她心里我是一个出家人 我想这也是各位可以学的方法吧 回去赶快拜 不过我想跟对方顶礼 并不是断绝跟对方的关系 我们只是断绝跟对方世俗的关系 但是从内心里面 却要承诺 直至对方成佛 我们永远不断地在 希望他能够引导他 乃至最后成佛 所以佛经里面说的 菩萨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就是你舍弃了众生 我不理你了 我们往往很容易生气的时候 就舍弃了对方 你舍弃了一个众生 你不可能成佛的 所以我想到今天为止 我只要有在写牌位 一写我就会跟他故意顶礼 因为经典有说了 我们发菩提心的人 是欠众生在的 只要有一个 单独一个众生在受苦 哪怕他过去怎么伤害你 然后都是你的责任 所以达摩祖师叫我们修行 第一个重要的叫报冤行 就是说我们来这个世间投胎 我们是来报答众生的 众生是来找我们报仇的 我们要来还他债的 要从内心里面完全的不舍弃众生 那第二个 当然菩萨的障碍除了不能舍弃众生 第二个就是不思维空性 如果你不去思维空性 你就会磨来障碍你 所以所谓的 死去众生 或不思维空性 就会有魔障 就这个意思 所以讲到这个 我每次坐在仁波切旁边 我就很不好意思 因为他是修痛苦的 他给我们感受是痛苦的 关了二十年 痛苦的 和更精进 那我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快乐快乐的 钱太多 感情太多 然后我也在修行 但是我认为反正有个人个人的姻缘 好像我比较有福报 但是后 讲回来是 我认为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这个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拿来做修行 不过我又认为说 痛苦反而比较容易修行 快乐 就像佛陀要成佛以前 三个魔女来诱惑魔头 我认为那个是最后一关 这一关也能够超越的话 也是就能够成就 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 借假修真 你要利用这个世间所有的假象 来找到真相 来征服自己 只是我认为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好像是一个脆弱心灵的世界 因为物质欲望满足了 人类的心灵更空虚 更空虚 大家要去追求更大的爱 被尊重 等等 当然如果我们是一个有感情的人 我们可以把对方的这种感情 透过佛法的这种 特别释迦牟尼佛的爱 所以让他们升华 这也是一个方法 不过讲到感情 我看到佛陀的故事 释迦牟尼佛要出家前一天 或是那天晚上 他故意跑到房间去看他的睡觉的太太跟儿子 然后他看到他的太太耶稣多罗就抱着卢侯罗睡着了 但是他立即那个经里面写着说 佛陀那个希达多太子心里如刀割心脏一样的痛苦 因为他必须离开他所爱的太太跟儿子 这样去出家了 所以我看到这个也很感动 我就说那个也很痛苦 但是当然轮到我要出家的时候 我比他还惨 我不是我太太抱着儿子睡觉 是我太太知道我要出家了 他就拿着那个最重的衣架子 然后就一直往我的儿子身上 啪啪啪一直打 他的衣服的时候看我 因为我碰都不会碰我儿子 我一定会出不了家的 因为我没办法接受这个 那我儿子的习惯 他稍微打一下他就会哭 但是那一次他妈妈那种发疯的打 他一点都不哭 他就一直忍一直忍而已 一种忍的声音 那个时候我在想说 哇我这个心比佛陀还痛苦了 到底我要不要出家 所以当然我还是走出去了 但是我走出去的时候 我告诉我自己 为了我太太比我还痛苦 儿子也受了苦 所以我一定要很认真的修行 虽然我心里很苦 但是事实上就像我要出家 我的妈妈也是抱着我流眼泪 我的丈母娘也抱着我流眼泪 然后我都知道他们很苦 但是因为有这个苦 我必须放在心里面 所以我不想放异自己 所以我不想在出家以后 去伤害到他们 包括以后我出家去谈恋爱 或是还俗 或是追求金钱 这些都会伤害到他们的心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菩萨 我们不分在家出家 我们是别人的模范 别人的模范 所以让别人看到你在开车 做任何待人处事 你必须存给别人一个希望 一个佛教的希望在我们身上 哪怕大家都是不同的宗教信仰 你必须让他看到这一点 所以包括我在飞机上 当然有时候坐在我旁边 都是外国人 如何如何 但是我就很认真 我就很认真 我都不睡觉了 我就很认真 替他念经 替他转念朱 他们已经在观察我 所以有几个老外都问我说 你为什么要这么忙 你为什么要这么忙 我说因为我在practice 这是我的责任 那我很快 因为他本来不跟我聊天的 他就会 只是我英文没那么好而已 但是我会尽力给他 跟他解释 因为我想这样 他可以坐在我身边 坐在我后面 一定跟我很深的缘 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 步他们 所以慢慢我就觉得说 修菩提心 一切都不能为自己 任何一个蟑螂蚂蚁在你面前 你都要视性给他看 这样以后慢慢就养成了自己的 一种利他的习惯 我记得 我记得中山伦伯切讲过一句话很好 他说轮回是战场 我们修行者是一个心灵勇士 所以各位在面对各种世间的境界 那你看能不能征服自己 那你看能不能征服自己 所以我记得 我也记得 感谢人伯切在书上写了 整个佛陀的法教 其实在征服我们这个 自私我自的这一颗心 这是法教的中心 所以佛陀的法教 永远不离开四个字叫 调伏内心 那也唯有经过调伏内心 那进一步我们如何去发展 慈心悲心剖析心 这才是我们整个的修行 但是在这之前 我们可能要把世间的真相 看清楚 不要逃避它 男女的问题 金钱的问题 死亡的问题 国家政治 任何我们所关心的问题 我们必须去看清楚它的苦 这就像我们金刚经说 凡所有相都是虚幻 都是虚幻的 离一切像极见诸佛 那你要打破这个 那你要打破它 你必须要知道它 而超越它 而进一步去 被人对它慈悲 就像一个人对你有害的心态 那我想 你看清楚以后 你会很可怜它 所以不是去骂它 而是如何去改变它的心 因为我们愿意做心灵勇士 心灵战士的人 我们目的要 让别人的心也能够没有痛苦 也可以得到 真正的这种佛法的快乐 我很喜欢念一个咒 普贤菩萨行咒 叫 翁三昧耶 萨多焕 在密称里面 最高的叫 三昧耶咒 一种对上师三宝 面前的寺院的戒律 那在汉传佛教 最重要的修行的四个字 叫 一心念佛 这个一心念佛 我的解一心就是金刚秤的 这种三昧耶 而不是一种心 而是包含了 所有修行的心态 所以 我自己很喜欢看佛塔 所以我每次会把佛塔 从下到上 都去解释 每一层每一层 代表什么心态到最高圆满 当然也像 这里面包括中国法大师 所讲的 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我们要 用什么样的心态 来修行 那首先我要先谈一谈 属于下世道的 修行的心态 首先 第一个心 对自己有惭愧心 第二个 对父母有孝顺心 第三个 对众生有报恩的心 第四个 对三宝 有信心 再来 第五 深信因果轮回的心 那我想 这五个心 那就是我们在 修 人天福报 基本要具足的 那我比较重视的是 第一个心 对自己有惭愧心 因为我们每天在拜佛 甚至我们出家人理个光头 天天要摸 就是要消除我慢 我直 甚至 有一句话 只要有一个众生在受苦 我们有什么好快乐 骄傲的 要这样来顶礼众生 要对众生有惭愧心 那后面呢 就比较容易理解 对父母 一定要有 孝顺心 所以我每次念 点灯 奇愿文 阿迪较尊者的 奇愿文 父母 为首 有情重 那时时刻刻要把父母 想在我们 前面 然后一对父母的孝顺 来 对待众生 就会产生 第三个 对众生的 真实的 保恩心 那为了 报答众生 那我们要 生起对 三宝的一子 而归一三宝 也祈求三宝 加持所有父母众生 那开始修行了 那当然就要 相信越过轮回 而慈戒 布施 等等 那当然我这样讲 前面这五个心 不是说 我先修那个修行 修哪个的 而是一起 三分页 就是你必须把这个 世俗的心 空心 圆满的菩提心 一起都在运作 在大乘的经典 有很多三门叶经 讲了各种的 三门叶的修法 当然刚刚讲了 所谓人天福报的修行 有一句话 他说 成佛跟没有成佛 事实上做的事都一样 只是动机 心态不一样 所以各种宗教 也在共登 我们也在共登 特别我在西方国家 我很喜欢去天主教堂 我比去佛堂还认真 因为我觉得好像去佛堂 好像教派不一样 他不太理我 然后我去天主教 没这个问题 所以我会在那边 很认真的点灯 来做观修 所以虽然上面摆着 是上帝也好 十字架 圣母玛利亚 但是对我来讲 十字架代表忍辱 接受承担众生的苦 圣母玛利亚代表爱 我们要去如母亲一样的 去爱所有的众生 那当然在教堂里面 有很多埋在地下室 或地板上的死亡者的名字 那是我们大慈大悲的对象 而在里面 以这样的动机来做修行 所以前面所讲的 并不是说因为我们修空性 我们就对前面的 这些惭愧心 孝顺心 报恩心 就好像觉得 那个跳过去就好 而更要很认真的 比平常还认真的 所以就像小智一颗沙 你都要当作是佛的 钻石一样的 去努力的 去圆满这个心 因为我发觉 现在有很多修行者 我发觉资粮不够 虽然我们在追求空性 菩提心 他永远不了解 甚至出家他也不了解 因为他这方面的资粮 完全不够 他就跳到那边 因为在教育上 已经教育他 下世道 中世道 上世道 谁会去修下世道 然后他们都喜欢 直接跳到上面 然后反而是 对他有伤害 所以 讲到天主教 基督教 实际上我以前是基督教徒 但是我认为 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甚至有一次 我去荷兰 去一个教堂 我会觉得说 这个教堂是我以前的教堂 所以我从小也会做梦 我也梦到我在 哪一个寺庙 后来我回去以后 我经过那边 那我就不想出来 这个我从小就做梦了 所以我想人 事实上在轮回的过程 好像什么宗教你都参与过 所以这样你才会产生 跟他连结 也就是说我们 虽然不执着 但不能舍弃 对方 所以我应该做过 天主教的神父 做过基督教的传教士 甚至我还 看过我过去式的相片 所以 那我讲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在修世俗心的时候 那我们续续有那种 真实的感恩的心 没有这个过程 那我们也不能 最后找到一个 究竟的宗教 所以包括佛陀 包括木建元 他们以前都是 应该叫外道一样 酷刑外道 婆罗门教 但是他们还是有 精进的在追求 究竟的方法 最后他们才可以 进入到佛法的核心 所以我认为佛教 它不是宗教 它只是一种 中道的一个真相真理 那这样世界才会和平 如果有宗教跟宗教 教派跟教派的对立 那就永远 没办法和平 但是看到真相的人 看到空性的人 对他来讲 一切都没有分别 老实说 各位如果 有点了解我的 我是努力去做好事 去修善业 然后训练自己 故意去很慈悲 就像演戏一样 我认为演久就像 但是基本上 究竟来讲 还是要正如空性 这一点我也很积极 但是这也不是一天 可以达成的 所以只能说 我们都朝着方向 努力 所以各位如果有 这方面的问题 你就要好好的 移植 我心中的 达木祖师的化身 龙树菩萨的化现 感情仁波切 会比较快一点 我讲龙树菩萨 是讲于经教入 因为要看中观 墨树菩萨 波罗菩萨 这样 但是如果以 达木祖师来讲 它是一种实修 所以面壁实修 消除我之 那我想应该在 墨切身上都有 这样子的一个印证 这个比较重要 当然我个人的经验是 我从认识我的师父 如需长老 他就要求我 每天一定要 禅修心经 不是光念 也就是说 要把这260个字 在静坐的时候 至少半个钟头 到一个钟头 从第一个字 到最后一个字 去思维它的意义 然后把这个意义 用在你内心里面 我想对我是有一点 知见长的帮助 因为反正发生 这么多事情 它最后都是 回归空性 就像我们叫 温度就叫归零 所以对我来讲 每天晚上 我都要这样 然后才睡觉 所以我也认为 禅修是一种 习惯于习惯于 让自己的内心 习惯在那个状态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 贪嗔痴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 禅修习惯在 那种状态 然后那个状态 变成我们 本来的状态 那就是不断地练习 这是我目前的看法 第二个方法是 我也故意不断地去 强迫自己 去所谓慈悲 去奉献 去付出 然后这样好像 最后这个我 就会缩小自己 缩小一点点 然后呢 扩大众生 我们的责任 我想这只是一个路 在这个路上 这样 不过对我自己来讲 我认为修行就是 佛跟魔在打仗 如果不敢放松 虽然外表我看起来比较 斯文柔和 但我内心里面 比较严肃一点 像在战争一样 因为当我们生起 保护自己的 这个我职啊 那个就是魔鬼又来了 所以你必须 想尽办法把它 斩掉 所以当然 透过对佛的观修 然后自己就会 把自己消除掉 但是我认为 这个战争不可能停止 因为永远在努力 为什么 因为 我认为大乘要 所谓正的空性 我们大乘叫 大伯涅槃 不是个人的涅槃 是所有众生的涅槃 那才是我们 更努力的目标 所以 所有众生 只要在我直贪生事的时候 你马上要生起 很强烈的 悲心跟责任 所以我们 中国有一个祖师就是 上回讲的 那个慈航菩萨 这个肉身菩萨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 就算你成佛 你都不知道你成佛 你还在冲 因为 只要有一个 众生 还在受苦 我们不能逃离开 那个地方 然后这样 就往这条线去做 当然他的意思 也告诉我们 他根本不知道 他自己有没有 正的空性 甚至他成佛的 都不知道 反正生命是一种 永恒的努力 永恒的慈悲 那我想 这是我认为 在末法时代 可能必须用这个方法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谁正的空性 所以在我出家第十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 算我这辈子最大的灾难 就是我的师父 跟我的师公 被毁谤 说他们两个联合起来 强奸 比兄尼 然后整个台湾的报纸 把我电视 24小时都在 报这个事情 那是 那个时候 我的师父 他经常跟我说 他这辈子想的 就是要闭关 终于他闭关的时间到了 但是 也没那么容易 甚至有很多人 然后就发动 一百多个人 要去抓我师父 把他衣服脱掉 强迫把他脱掉 然后我师父 没地方跑啊 就跑到了 中部 我师公那边 结果当天晚上 就发生 台湾最大的地震 九二一大地震 所以我们佛教 也知道说 出家人被毁谤 然后整个社会 如果不能够了解 就会发生 很大的灾难 那当然我的 师公 我的师父 也跟我说 这个是因缘吧 他自己就 好好的 闭关 惭愧 一辈子 因为他 因缘到了 当然 他就会说 现在他闭关 就好好 要来修空性 对我来讲 他也跟我说 所以 他说海涛啊 那你现在 你要多跑吧 你还会讲 当地的闽南语啊 甚至 去国外跑 那你要 替师父 多多 多推动一点 但是我是觉得说 当然我师父 所视线的空性 就是说 当他面对 这么大的苦难啊 全世界都在 误会他的时候啊 他都 静静了 静静了 所以 他就 在他的闭关 外面写个 白衣闭关 白衣就是 还属的意思了 他是在 白衣闭关 因为他也不怪 那一位 对方 但是后来 这个事情 真相大白 对方就跑掉了 啊 但是我 我的想法是 这些善知识 他们都在 呃 视线在 很大的磨难 苦难里面 他们能够 平静自己的心态吧 那这个是 我想是一种 比较接近空性的 一个想法 而且对对方 还是很原谅 慈悲 呃 一个特点 就是说 我的师父 包括师公 在世 讲的每一句话 我都会自然记得 因为 好像不用 用什么力量 他就自然记得 然后 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们讲的话 就会 孵出来 比如说我的师父 我刚出家 他给我讲 三句话 他说 第一个 耐得起孤独 所以你要耐得起孤独 才行 第二个 人忙 心不忙 虽然你出家 要忙很多事情 但是你内心 还是要保持很平静 因为本来都是 一个磨念而已 第三个 人闲 心不闲 虽然我们出家 就像各位闭关 没什么事 但是要 内心里面 要想着 如何修学佛法 如何去利益众生 所以 这三句话 对我帮助也很大 第一个 耐得起孤独 第二个 人忙 心不要忙 第三 人闲 心不闲 不过在 修行的过程 不管我们要达到 什么阶段 一定要对自己 很严格 因为我发觉 师父也跟我说 现在人对自己太好了 对别人不好 所以我的师父 他一切都给我讲 他说他 三十二岁才出家 他是个军人 我的师公也是军人 他是出家 后来被抓去做军人 后来再来出家 所以他三十二岁 去出家 他就拿个棍子 就跪在 真话长老面前说 哎呀 长老 我跟你出家 好不好 那长老 那你拿棍子干嘛 他说你不能跟我用讲的 你要用打的 我才会进步 要用打的 后来为了这个事情 我又就问我 问我师公 真话长老 我说师父有没有拿棍子 有啊 你有没有打过他 我才懒得打的 我叫别人打他 所以我师父 我师公就把我师父 送给一个 以前在美国很严的 叫任俊长老 任俊长老的时候是 也是在我们佛学院帮助 做院长 所以结果任俊长老 有没有打过我师父 我问我师父 他说有啊 我师父说 你看师父房间有没有闹钟 我说没有啊 那就是任俊长老的标志 因为我他说 他去那边 然后我师父 我师公跟他说 你接近任俊长老三年 如果你离开他 你就不要来找我 那任俊长老那种严格啊 他是打发掌的 因为我师父有时候负责 早上要三点五十 要到大殿在忙的事情 有一天他慢了几秒钟 任俊长老刚好站在门口 你迟到了 然后就 一耳光打 打的时候跌在地上 所以我师父就说 这个方法对他很好 他永远不会忘记了 他永远不会 那么失去一个正念 因为打出来的 所以为了这个事情 我大概修学前两年 也经常请人家打我 因为我在打坐 在思维 不管思维无常 思维空性 那有一位法师很会打 他就会打到我们 一声 然后有些就跑掉了 有些跟法师都打架了 我是唯一留下来的 因为打到我已经没感觉了 但是我还在思维 但是对我来讲 我永远记住那种打的痛苦 甚至有时候那个法师没有打 然后他就打着想 就好几个跳起来了 因为大家都怕被打 当然这个意思是说 我们要去思维空性 或是修背心 首先要把这个 我对我的肉体 我对我的骄傲的执着 先打掉 而且是一种男人的方法 所以下回各位 要不要打打看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 言以律起 宽以待人 我们只能对自己很严格而已 然后对别人 我已经训练到会笑 我会笑 我还不会抱 我会笑 但是我不太 就是说我以前会蛮 我们很容易用自己的想法 去逃避 说你要这样 所以我师父也给我讲过 他说你不要随便 如果这个人 他愿意用最严格的方法 你才可以对他 如果这个人 他没有跟你讲 你就千万不要用 你只能自己回向给他 只是我师父又跟我说 他出家那么久 就没有人来给他讲说打他的 我们叫入室弟子 就是叫心子 所以 今天你去认一个善知识 你愿不愿意跟他说 我愿意做你的心子 你可以打我骂我 因为我要开悟 那你就可以 这是你的责任 你必须严格对待他 但是如果一般人 他只想修行 只想出家 我师父说 我永远都对他很好 我被他欺负长大的 好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我们经常说 问道友 有信心没有 我们把这个问题 问话 心里想解释错了 说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信不 不是向外 是向内 相信不这心什么呢 是佛 大方光 佛方安静 向你自己信求 这个道理 比较着 在我们佛教讲的深一点 说一切 佛就是自己 自己就是佛 信不信 第一个得建立这么一个信心 第二个考验 有信心没有 你觉到你思想不对 不合乎 不合乎佛所教导 不合佛所要求 你赶快守护来 决之前面启 决之前面启乐 觉得念头不对了 马上止住 后面绝不相绝 决之前面启乐 能指后念不启者 是在有信心 有了信心 你有什么表现的 在幻境 在初识性品当中 你自己能够知道自己 也能知道世界 入了欣慰的菩萨 聊了生死 有信就能了生死 这个道理 不过是 一般的说起来很深 一般的母信佛 说向外信 信外头的佛法身 引发你自信的佛法身 那究竟讲起来呢 是相信自己心 跟佛无二无别 一个是自立 一个是离他 我们这里头有些佛弟子 为什么在心经 叫观自在 为什么在法活经 叫观死因 什么道理 一般的有的人 他不明白 观自在是心经 心经叫观自在 是自秀 自己观照的功夫 法活经是观神菩萨 是度别人 听见世界音声 就去度他 救他 那是离他 心经 般若分的 般若部分的心经 是自立 自立就是自修 当你自修的时候 是用观照功夫 惯呢 不是向外啊 向内 向内就关照你自信 你等照见五蕴皆空 人这个幽体 就是赛心而发 受想形式 心发 这个幽体呢 这个幽体呢 是色法 有心有相的 心是无相无相的 下来照见五蕴皆空 是自己修道 对 所以心经就是修行的方法 你自己就修吧 修你这个心 你这个心是种子 是因 修成了 假外人著成就是国 那就成道了 成了道了 后立于人 所以你要想入佛门 第一个建立信心 相信自己 相信佛所说的法 我说相信一些众生 就相信一些众生 不止人类 六道众生都有了 相信他们什么呢 都是佛 这个很难 大家如果读过法画经的 看过长布清菩萨品 他是观一切众生 都是佛 因为他有佛性 都能称佛 如果你生起这么一个信心 你已经啊 入道了 那你看一些众生 都是佛 你不会去拜迷象去了 就拜人去了 你就是不拜 也尊敬每一个人 把每一个人看成这 未来祝福 你还能敢伤害他吗 还能动他起坏念头吗 尊重别人 其实尊重别人就是尊重你自己 尊重你自己的佛性 这个道理啊 比较的很深 当然我们一般呢 还是从信心上做起啊 有真正的信 不是虚假的信 有些人做好事 做慈善事业 是为了明 或者是 这里都加着为力 离不开明里啊 如果真正做慈善事业的 不要去贪恋这些个 心里去做 念念帮助别人 你为什么念佛经 给别人祈求 不是为了自己 这个道理呢 一般的很难做得到 很难做到 就是先为自己 而后为别人 大菩萨发心 先度别人 然后再传统自己 这个比较的难 但是越难的 成就越大 不难的 人人都能做到大的 那就不稀奇了 不稀奇了 所以 信佛者多 信心难建立 因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 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差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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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